美军士兵们开始觉得,战争是不公正和无法取胜的,因此,导致了美军一部分士兵公开的叛变行为。 美军士兵心理压力极大,他们厌烦了战争,而也不得不服从命令,因此,一些美军采取了杀死指挥官的行为,以暂时逃脱参战。 碎片手榴弹,衍生出碎片一词,士兵可以在不留任何证据,痕迹的情况下有效地报销自己军官或上级指挥官。 所以,他们把用手榴弹袭击自己人的事件,叫做碎片事件,由于手榴弹的外壳被破坏,留在上面任何指纹都被销毁了。 个别手榴弹也没有给出独特的序列号,因此,要把谋杀指挥官的武器,追溯到任何凶手的努力都不太可能。 因此,在越战的后期,越来越多的美军开始开小差和报复指挥官,甚至杀死自己战友的行为,以发泄自己和暂时逃离战争的恐惧。 后来已经发展到,在越南的丛林中,一些军官面临的危险,已经大于越军,这个危险就是,他们自己的人。 越战中,发生着破坏事件,多于两次世界大战。 中将Thomas D'Awell,被定为离开越南前一天被一名士兵杀害。 1971年3月15日晚,驻扎在空军基地边上的一群美国炮兵,在战争的短暂喘息中,享受着罕见的美好食物和团队的美好时光,凌晨一点左右,当爆炸声响起时,轻松的气氛突然被打破。 军官认为,爆炸是越军的袭击,并迅速准备反击,但奇怪的是,根本就没有敌人偷袭的如何迹象。 营长很快告诉他们,爆炸的来源是一枚手榴弹,这枚手榴弹是从一扇敞开的窗户,扔进了军营的睡眠区。 这次袭击,炸死了中尉Richard Helen和中尉Thomas D'Awell。 警察调查发现,袭击事件根本不是来自敌人,而是自己人,一名叫比利迪恩·史米斯的手榴弹。 这是美军在越战期间经常用的M-26手榴弹。 事实上,由于士兵的士气和纪律,在越南战争期间不断恶化,这种致命的士兵式袭击,只会变得更加普遍。 美军士兵暴力的原因,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手榴弹一直用于战斗,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或朝鲜战争期间报道的碎片事件很少。 研究人员推测,这部分是由于战争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陆军对士兵实施了为期一年的轮换政策,并为军官实施了为期六个月的轮换政策, 这意味着这些人无法形成通常的,意味着战斗力,生与死之间差异的纽带及考验。 1968年初,美国士兵在战役前线吸毒成瘾的士兵数量过多也导致了劣迹军人数的增加。 事实上,在审判期间,史密斯公开承认了,是他在杀害戴维和哈兰。 此外,随着反战情绪变得更加强力,军队开始缩减,因此,纪律性开始在队伍中瓦解。 这些人变得越来越不愿意遵守命令,这些命令会使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而这场战争,他们已经明白,已经在结束的路上了。 泰美开始归心四箭了。 1971年,罗伯特·毕海因尔上校称, 现在,还留在越南的,我们的军队即将崩溃, 个别单位,已经避开或拒绝战斗,谋杀他们的军官,毒品缠身, 并且在不陌生的地方维米不振。 24岁的指挥官理查德·哈伦,在他的床上被人杀害,杀人者后来承认, 他当时正在吸毒。 许多军官因其高级职位,而开始感到不安全。 在越南担任主要职务的科林鲍威尔回忆说, 在1968年至1969年的第二次巡查中,我每晚都搬家, 部分原因是,为了挫败可能跟踪我的越军线人, 但也因为我不排除从军营内不可能受到的攻击。 在整个越战期间,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共有800起记录在案的碎片事件, 另一个说法是,发生了1000多起此类事件。 近在1969年至1970年间, 美国陆军报告了305枚碎片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